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啵啵啵动物歌谣学园里参观及学习啵啵啵祝音符号 我是导览员玛丽姐姐 小朋友 在这里要遵守秩序 尽量站在学习区的范围里哦 因为啵啵啵动物园的动物和昆虫朋友们彼此都是很好的朋友 常常到处逛逛 找朋友串门子呢 哇 它们好特别哦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从昆虫动物们身上学习注音符号呢 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小朋友们都知道 注音符号是由啵啵啵 一直到最后一个注音符号 而总共有37个注音符号的组合 它们彼此运用生母音 孕母音 及生孕共用的几个不同符号组合发音 而成为一个字音 一个一个字音合起来 就变成了我们说话的句子了 很简单对不对 当然 这么简单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 基本的注音符号念读得很标准 当然 你也会说上一口既标准又发音优美的国语咯 玛丽姐姐 我们知道了 快点出发吧 我们都等不及了 好啊 好 现在就请小朋友登上游园车吧 耶 大楼 小朋友 第一站我们要参观学习的是搬马 最近搬马要搬家了 你们看 搬马兴奋地告诉大家 搬马搬新家 小斑马搬新家 新家有个花篱巴 来 你也来念一次 小斑马搬新家 新家有个花篱巴 很好 现在跟着节奏念一次 小斑马搬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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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家有个花篱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前进下一站吧 好了 到了第二站 坡 螃蟹园区 这里的螃蟹最喜欢到处逛来逛去了 它们最常手牵着手一起过马路了 你们看 那里有一大群螃蟹过马路 胖螃蟹 横着走 八只脚 跑过街 你也来念一次 碰螃蟹 横着走 八只脚 跑过街 念得很好 现在再跟着节奏念一次 胖螃蟹 横着走 八只脚 跑过街 胖螃蟹 横着走 八只脚 跑过街 哇 好厉害哦 学会啵的发音了 再到下一站吧 哎 小心点 注意你们的脚步 这里是 妈的学习区 蚂蚁的天地 地上的蚂蚁正合力地在搬运一粒粒的芝麻 骂 蚂蚁 蚂蚁 搬芝麻 送妈妈 真欢喜 该你咯 小蚂蚁 搬芝麻 送妈妈 真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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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前进下一站 小蚁 亲一点 不要打扰到蜜蜂们哦 蜜蜂们正在专心地采着花粉回潮 好储存食物过冬 并抚育家里的蜜蜂宝宝哦 蜂 蜜蜂采花粉 小蜜蜂 彩花粉 风一吹 轻轻飞 你会念吗 我会 小蜜蜂 跟着节奏再练习一次 小蜜蜂 彩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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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一吹 轻轻飞 小蜜蜂 彩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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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袋蜂 学打鼓 小袋蜂 学打鼓 咚咚 咚咚 咚咚咚 你也来念一次 小袋蜂 学打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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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很好 对着节奏练习一次 小袋蜂 为抵护 小袋蜂 學打鼓 小袋蜂 学打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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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袋蜂 viennent 学打鼓 咚咚 哒 哒 咚咚 哒 哇 好棒哦 学会了哒的这个发音 我们要再前进下一站咯 走吧 哇 什么声音 噗啰噗啰的响啊 是兔太太煮的热汤 正滚沸着呢 你们看 兔太太今天邀请的客人是 螳螂先生哦 哒 兔太太的汤 兔太太 请螳螂 喝甜汤 小心烫 兔太太 请螳螂 喝甜汤 小心烫 哇哦 你很自动哦 太棒了 很好的学习精神哦 继续保持这个活力 一起来对应节奏 我和我们一起来对应节奏 我们一起来对应节奏 我们一起来对应节奏 兔太太,请堂郎喝甜汤,小心烫 快到下一站 呢,小鸟 小朋友,这里是充满欢乐鸟叫声的鸟园区 鸟园区的管理员可是一位老奶奶哦 老奶奶在鸟园区后方的农场里养了一只乳牛 每次老奶奶在挤牛奶的时候 小鸟们也会嘻嘻哈哈地挤在一起 抢着喝新鲜的牛奶呢 呢,奶奶挤牛奶 老奶奶在农场挤牛奶喂小鸟 我会咯,老奶奶在农场挤牛奶喂小鸟 很好,对应好听的音乐节奏吧 老奶奶在农场挤牛奶喂小鸟 老奶奶在农场挤牛奶喂小鸟 哎呀,糟了糟了,下大雨了 我们别下车吧 哎,大家看窗外 小青蛙啊,最喜欢下雨天了 你们看,我们担心被淋湿到处躲雨 而小青蛙却呱呱呱的跳来跳去溜出来玩呢 嘹,下雨哗啦啦 哗啦啦,下雨啦 小青蛙溜出来 哈哈,太有趣了 我也来试一次 哗啦啦,下雨啦 小青蛙溜出来 嗯,念得很好哦 对着节奏也能念得这么棒吗 当然 好,那就试试看吧 哗啦啦 哗啦啦,下雨啦 小青蛙溜出来 哗啦啦 太厉害了 天气又放晴咯 出发到哥 哈巴狗 汪汪园区吧 哈巴狗看家 一只哈巴狗 乖乖坐门口 想吃肉骨头 想到口水流 歌 狗 哈巴狗 我也会 一只哈巴狗 乖乖坐门口 想吃肉骨头 想到口水流 念得很好 对着节奏再练习一次 一只哈巴狗 乖乖坐门口 想吃肉骨头 想到口水流 想到口水流 一只哈巴狗 乖乖坐门口 想吃肉骨头 想到口水流 太可怕了 那是恐龙越 太吓人了 那么大的声音 连地都摇了起来 玛丽姐姐 我要回去找妈妈了 别怕别怕 大恐龙呢 只不过是咳嗽了一下 这里的恐龙啊 是不会吃人的 而且他们还很和善哦 是吗 那他怎么咳嗽了 恐龙感冒了吗 你听我念这个告示牌 咳 恐龙感冒了 大恐龙咳嗽了 坑一声 天摇地动 大恐龙咳嗽了 坑一声 天摇地动 嗯 念得很好 对一次节奏吧 大恐龙咳嗽了 咳嗽了 坑一声 天摇地动 大恐龙咳嗽了 咳嗽了 坑一声 天摇地动 小朋友们 快来看黑黑的洞口 有一只狐狸耶 它在那里挥动双臂 学鸟飞呢 太好笑了 狐狸怎么可能会飞呢 就是啊 那真是一只一想天开 想学飞的狐狸 哼 天黑黑 花狐狸 雪鸟飞 灰呀灰 练习一下 喝这个发音吧 天黑黑 花狐狸 雪鸟飞 灰呀灰 好 对着节奏念一次看看 天黑黑 花狐狸 雪鸟飞 雪鸟飞 灰呀灰 灰呀灰 天黑黑 outro 滤呀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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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疋槌 9 Podcast 你好!你好! 哈哈!好可爱哦! 它们会学人说话耶! 是啊!你们看这只顽皮九官鸟。 九官鸟叫又跳,口香糖,黏到脚。 九官鸟叫又跳,口香糖,黏到脚。 跟着节奏念会是如何呢? 九官鸟叫又跳,口香糖,黏到脚。 九官鸟叫又跳,口香糖,黏到脚。 哇!你们看,满天的蜻蜓。 嗯,蜻蜓最喜欢停在水边照镜子了。 你们看告示牌上也写着。 七,蜻蜓照镜子。 红蜻蜓爱花翘,镜子前巧装扮。 换你来念一念。 红蜻蜓爱花翘,镜子前巧装扮。 很好!来对应节奏吧! 红蜻蜓爱花翘,镜子前巧装扮。 红蜻蜓爱花翘,镜子前巧装扮。 红蜻蜓蜓蜓蜓蜓蜓蜓大赛快开始咯。 小朋友们,快进入会场,不要错过精彩的比赛哦! 搭配节奏念一次。 小蜻蜓蜓最喜爱。 嬉嬉笑笑下同伴。 小蜻蜓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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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小心点哦! 好,排好队。 对,这一区呢,是芝。 蜘蛛蜘王区。 蜘蛛一天到晚辛勤地结网, 枝出美丽的图案,吸引更多的昆虫来当它的食物。 想想看,小昆虫都要努力了! 小朋友是不是更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 好好的努力用功呢 是啊 既然如此 跟着玛丽姐姐好好学习注音符号 知 知猪忙结网 小知猪真辛苦 从早到晚知不停 小知猪真辛苦 从早到晚知不停 跟着节奏念一次哦 小知猪真辛苦 从早到晚知不停 小知猪真辛苦 从早到晚知不停 哇 长颈鹿 长颈鹿耶 欢迎来到长颈鹿展示区 这里的长颈鹿 最喜欢穿着特制的花衣裳 一边嚼着嫩叶 一边四处炫耀自己的花衣裳 有多漂亮呢 吃 吃 长颈鹿 穿新衣 长颈鹿 春天道 穿花衣 吃嫩叶 长颈鹿 春天道 穿花衣 吃嫩叶 音乐节奏来咯 你来对应一次 音乐节奏来咯 声音乐节奏来咯 frightful Turkey 长颈鹿 春天道 穿花衣 吃嫩叶 长颈鹿 春天到 穿花衣 吃嫩夜 诶 司机先生 请小心 游园车下有几只小老鼠穿过去 可别压到它们了 小朋友 你们也来学老鼠数数 数一数有多少只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有十只 吃 老鼠学数数 小老鼠 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小老鼠 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念得很好 节奏来了 试试看 小老鼠 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小老鼠 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可爱哦 好想抱抱它们 嗯 嗯 真乱 羊毛软绵绵的 好舒服哦 听小朋友念的声音也很温暖哦 来 对应节奏吧 童 Court 来数捧述 那 一 三 五 六 六 五 六 一 错 二 四 五 の 八 五 九 六 六 七 八 九 少数 三 五 三 四 八 六 六 四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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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六 七 八 羊毛,毛茸茸,软绵绵,好温暖。 玛丽姐姐,这里的风景好美哦,尤其是这个池塘,你看你看,有白鹅哎,它们又白又美,好优雅哦。 是啊,大白鹅最喜欢洗澡了,它们每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你看,告示牌上不就写着,滋,白鹅爱洗澡吗? 大白鹅最怕脏,用肥皂,再洗澡。 大白鹅最怕脏,用肥皂,再洗澡。 跟着音乐节奏来念一次。 大白鹅最怕脏,用肥皂,再洗澡。 大白鹅最怕脏,用肥皂,再洗澡。 小朋友,这里是动物啵啵吗?学园里的菜园哦。 这里的青菜种类很多,爱吃青菜的动物和昆虫,都会到这儿来采一采自己最喜爱的青菜,好好地烹调一番呢。 吃菜园里的菜。 猜一采,菜园里,谁采菜,当晚餐。 猜一采,菜园里,谁采菜,当晚餐。 快来采一采,菜园里,谁采菜,当晚餐。 猜一采,菜园里,谁采菜,当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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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参观下一站。 继续参观下一站。 斯,白鹿丝。 这里是白鹿丝自由飞翔区。 这里的白鹿丝每天除了寻找食物之外,最重要的使命和工作就是竹巢了。 你们瞧,前面的那几树松树的树之上,就有白鹿丝竹的巢呢。 森林里,松树上,三只白鹿丝竹巢芒芽芽。 森林里,松树上,三只白鹿丝竹巢芒芽芽。 很好哦。 这个不卷舌的丝,和小老鼠卷舌的丝,可是不相同的哦。 注意它们的发音,并对应节奏一次。 来,念念看。 森林里,松树上,三只白鹿丝竹巢芒芽芒芒。 森林里,松树上,三只白鹿丝竹巢芒芽芒芒芒。 森林里,松树上,三只白鹿丝竹巢芒芒芒芒。 森林里,松树上,三只白鹿丝竹巢芒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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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最多的就是鸡了 哇,真的耶 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多的鸡 在那里跑来跑去 哎呀,那只小公鸡跑太快了 踩到软泥跌倒了耶 玛丽姐,公鸡跌倒了 嗯,一公鸡 公鸡跌倒了 小公鸡穿大衣 跌一跤满身泥 你也来念一念 小公鸡穿大衣 跌一跤满身泥 都是一的发音 做得很棒哦,好厉害哦 来,试试看对应音乐节奏 小公鸡穿大衣 跌一跤满身泥 小公鸡穿大衣 小公鸡穿大衣 跌一跤满身泥 小公鸡穿大衣 小公鸡穿大衣 下马鸡穿大衣 花鸡穿小公鸡敡身泥 学说话 嘎嘎嘎 花音舞 叫乌鸦 学说话 嘎嘎嘎 嗯,不错 再练习一次 花音舞 叫乌鸦 学说话 嘎嘎嘎 花音舞 叫乌鸦 学说话 嘎嘎嘎 玛丽姐姐 这里怎么那么接近海啊 对啊 整个动物 啵啵啵学员 面积很大 一面靠山 一面靠海 很棒的生态 才能够让你们见识到 这么多的动物和昆虫呢 玛丽姐姐 远远的那里 是一条船吗 是啊 仔细看看船上 有鱼翁正在撒网捕鱼 哇 他好辛苦哦 嗯,没错 大海的变化很大 如果遇到天气不好 打雷下雨 那才是最危险的 啊 鱼翁满脸丰收 他的精力一定很丰富 玛丽姐姐 或许她可以写一本书 叫做《鱼翁补鱼记》 亏你想得出来 好了 不多抬杠了 练习一下 鱼 鱼 鱼翁补鱼记 老鱼翁去补鱼 遇雷雨 吃零零 老鱼翁去补鱼 遇雷雨 吃零零 再来一次加油 老鱼翁去补鱼 遇雷雨 吃零零 吃零零 老鱼翁去补鱼 肰鱼翁és 老鱼翁去补鱼 御雷雨 吃零零 吃零零 好 让我们前进下一站 啊 青蛙 青蛙和蝌蚪 诶 你在做什么 啊 玛丽姐姐 你吓了我一跳 没有啊 我只是在念告示牌 哇 你好积极哦 可是有些字我不会念 玛丽姐姐 你可以教我吗 当然没问题咯 小蝌蚪 变青蛙 看荷花 呱呱呱 小蝌蚪 变青蛙 看荷花 对着欢乐的节奏音乐再练习一下 小蝌蚪 变青蛙 看荷花 小蝌蚪 变青蛙 看荷花 呱呱呱 加油加油 加油 继续前进下一站 玛丽姐姐 我们要学O了吗 你看 这本导音手册上写着 O 萝卜 婆婆拔萝卜 玛丽姐姐 你教我们念下面的这一段话 好啊 没问题 老婆婆 拔萝卜 拔不动 弄破锅 老婆婆 拔萝卜 拔不动 弄破锅 嗯 念得很好哦 多练习会有好的学习成绩哦 来对应节奏一次 老婆婆 拔萝卜 拔不动 弄破锅 老婆婆婆 拔萝卜 老婆婆 拔萝卜 拔不动 弄破锅 小朋友们 休息一下 这里有贩卜部 喝点东西 我们再继续参观 哎哟 玛丽姐姐 你看 这有人这么没有功德心 都已经走到垃圾桶旁边了 还不好好的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 而且 你看 地上的这个瓶子 也应该放到分类箱里呀 哇 妹妹 你好乖哦 很有功德心啊 你看你看 鸽子也好像你哦 一副纠茶队的样子 到处走来走去的 观察这些地上的瓶子 嗯 不是耶 你看 玛丽姐姐 那些鸽子不是来当纠茶队的 你看 它们是来喝瓶子里剩下的果汁耶 真的耶 呃 鸽子 鸽子喝果汁 瓶子里有果汁 鸽子可飞来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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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这里是缤纷蝴蝶区 这里的蝴蝶啊 爱吃的食物除了花蜜花粉之外 就是新鲜的水果了 除此之外 这里的蝴蝶 蝴蝶还特别的好客呢 你们看 它们翩翩的飞舞 就是在欢迎大家的到来哦 A 蝴蝶 蝴蝶 蝴蝶记琴铁 请大家吃蝴蝶 你也来练习 A 花蝴蝶记琴铁 请大家吃蝂蝶 说得很棒哦 说得很棒哦 跟着节奏再试一次 花蝴蝶 蝴蝶记琴铁 蝴蝶记琴铁 请大家吃蝂蝶 小朋友 欢迎来到 蝴蝶蝶蝶蝶区 这里的蝴蝶排排站 大声地发出 唉的声音 小朋友 跟着说一次 唉 排队 蝴蝶蝶蝶蝶蝶蝶蝶 蝶蝶蝶蝶蝶蝶蝶 小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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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得很好听哦 更棒的节奏来咯 对应上来 小企鹅在排队 摇摇摆摆 屁股歪 小企鹅在排队 摇摇摆摆 屁股歪 马力姐姐 这里好黑哦 是啊 海底世界本来就是比较暗的 这里是海底博物馆 我觉得好奇怪哦 海底这么黑 在海里生活的生物们怎么会知道彼此在哪里呀 当然有办法咯 每种海洋生物都各有一种特别的辨识和躲避危险的能力 像是 哎 你看 像是这边的这个水族箱里 就是乌贼 乌贼在遇到危险时 就会喷出黑黑的墨汁 混淆敌人的视线 而趁机逃跑 哇 这下子水里一片漆黑 就不怕敌人追上他了 嗯 是啊 那我们就来练习 你也来念一次看看 小乌贼 喷黑墨 水里一片黑 不怕敌人追 很好 现在跟着节奏对应一次 小乌贼 小乌贼 喷黑墨 水里一片黑 不怕敌人追 小乌贼 喷黑墨 水里一片黑 不怕敌人追 哇 回到阳光下 感觉真的好好哦 是啊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站叫做 常见动物区 小朋友 最常见得到的动物是什么呢 小猫小狗啊 没错 这个区域里的小猫小狗 又追又闹 一会儿上桥 一会儿下桥 好不热闹呢 让我们来练习一次 来跟一次 小猫跳 小狗叫 一起过桥 跑又跳 好聪明哦 念得很好哦 来 跟着节奏试试看 小猫跳 小狗叫 一起过桥 跑又跳 小猫小狗叫 小狗叫 小狗叫 一起过桥 跑又跳 小狗叫 小狗叫 马力姐姐 快来 看我发现什么 嗯 你看见什么 玛丽姐姐 这里有个小水塘 你仔细看哦 里面居然有鱼叶 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小的地方 也会有鱼 妹妹 不管是什么地方 只要是适合生物们生长的 它们都会用心地争取 并生存下来 你看 它们一点也不觉得空间狭隘 反而自由自在 悠闲地游着呢 哇 好棒哦 哦 自由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 要学的注音符号哦 鱼儿水中游 小鱼儿水中游 乐悠悠真自由 妹妹 你要不要试一次 嗯 小鱼儿水中游 乐悠悠 真自由 嗯 表现得很好哦 对应着好听的音乐节奏 练习一次发音 小鱼儿水中游 小鱼儿水中游 乐悠悠 真自由 小鱼儿水中游 乐悠悠 乐悠悠 真自由 小鱼儿水中游 就是互相切磋 拍檐登山的各种技巧 你们或许也可以向他们讨教讨教哦 小鱼儿水中游 一见面就爬山 小鱼儿水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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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太阳 小鱼儿水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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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儿水中游